2019年初 我国公开了中国版炸弹之母的测试视频 一时间内引发了极大的轰动 因为中国一般在研发尖端武器时 并不会选择高调公开 而此次的公开意味着 该武器形成了真正的战斗力 事实上 炸弹之母又称为超级炸弹 射出核弹之外最具有杀伤力的超级武器 首款炸弹之母 超级炸弹由美军在2003年研发成功 但是到2017年才第一次投入实战 事实上 使用炸弹之母的情况 一般是在前线战斗机 获得制空权之后才会出现 因此也被称为 前沿战斗机队背后的超级杀手 并且 该炸弹的作用 不仅能够将地面的军事目标荡平 对地底下的军事设施 也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有分析称 其投放引爆的地方地面 一公里范围 地下一百米将不会留下 任何活口 而且是我国在1月初 公开炸弹之母研发成功的消息 其背后的玄机在于 G20战机的服役数量 在逐步增加 并且战机的性能 接近达到完成 在G20夺取了制空权之后 其背后的超级杀手一出现 可以说是画风突变 让对手毫无藏身之地 从历来的官方报道当中 也可以了解到 G20除了拥有出色的 独立作战能力之外 还一直被强调是一款体系战机 而炸弹之母毫无疑问 是这个体系当中 不可或缺的环节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版的炸弹之母 在规格上 同美军的GPU-43B相比 还是要小不少 不过别看它体积小 威力可不小 其带来的打击效果 足以摧毁所有的防御 同时在规格上变小 还能带来一个好处 由于规格相对较小 所以其能够通过 轰6K轰炸机 直接进行投放 而美军的GPU-43B 则需要运输机来投放 理论上 这将使我国的体系战略 变得更加灵活激动 而此次轰6K携带炸弹之母 进行投放测试 表明了其又具备了一项新的力气 从体系上来看 当前中国战略空军的 大体机构框架已经构成 不过当前仍然还缺一款军机 不过相信各位军迷朋友 都知道是哪款 不出意外 在今年这款军机将同大家见面